台湾的行政部门说是要将公布一份台公务 对台湾的公务可能会构成威胁的大陆科技公司的名单 而且还会禁用其产品 而这份名单也会不断的更新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在此已经多次表示过 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 这类出于政治目的 破坏两岸正常经贸合作的做法 在当前两岸金贸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此举不仅损害大陆企业的利益 也将严重损害台湾消费者 以及台湾很多供应链厂商的利益 进而影响台湾自身经济发展 这种制造鸿沟 伤害台湾民众权益的做法 不得人心 对此我们将密切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